一、二、一 那校园刚造好不久 是吧 刚才还没建完 还没建完 但学生已经来了 是吧 徐老师 这一层是我的办公 办公室这一层 你这太讲究了 徐老师 这是我的办公室 我来 我来 你看 这前面就北大 北大的那个学生宿舍楼 一个脚 要看一个脚 你这么爱北大 被北大驱逐那一天 是不是非常的 其实北大也没有驱逐 就是我85年留在北大 86、87年到88年 我一直很悠闲地过着读书的 教教学生 反正学生爱来上课不来上课 都跟我没啥关系 基本上北大的风格不就这样 突然发现 周围的同学朋友都开始出国了 第一个offer是谁 是哪一个 第一个offer是 Ohhio State University 他给了我2万美元的 那个就是奖学金 就说 就剩下一万就得你自己想办法了 我还真是到处借钱 根本就借不到 谁借我那么多钱 以前必是英雄汉 反正他现在也不给我发钱 和奖学金 那我就干脆自己去赚这个钱 完了我就在北大的 应该是在42楼 还是就一楼 那个拐角那个 我知道 42楼 对 但那个大楼的每一个楼的拐角 不有一个活动室吗 那个活动室是不做学生的 里面放个大电视机什么的 我就向那个这个管楼的人 租了一个小活动室 活动室里放上二三十张客座椅 就让这个就在北大里面 无证经营 因为我本身其实平时在班内的时候 就说正式的北大班 我也给他们讲 为什么呢 因为这帮孩子不少都要出国 我说你们学这个贩毒有啥意思 22篇课文 讲22个礼拜 你们的智商和情商 哪需要我讲22 我说20篇课文 我用三到四堂个给你们全部讲完 讲完剩下来的 我说我就给你们讲拓夫算了 所以北大的第一批考到拓夫高分 并向到国外去留学 都是我的学生 对 所以后来我就把这个经验 移到了收费班 还是在北大 大部分还是北大学生 但是已经有外面的 听说的也进来了 那么这个事情呢 就是说 就是北大处分我的一个由头 因为北大突然发现 有人从北大的 自己开的拓夫班里面 退班了 跑到我那来上课 等于我侵害了那些 在英语系半班的那几个人的利益 那当时北大给了我一个行政纪国处分 叫做 还把我的这个处分通告 贴在北大的储厂里面 贴了一个月 大喇叭 当时北大的那个大喇叭 播了真正一个礼拜的处分通告 那我就出去 我一边出去 就是说这样 我可以自己继续开班 赚足够的钱 到最后钱够了 我就到美国去留学 我留学 如果我正拿到博士学位来回来 你给它 我再来也不晚 其实当时我出过的钱已经有了 但是呢 被钱迷了心窍了 我觉得这么好赚的钱 我干嘛那么快放弃 我就继续再干一两年 再说呗 当时特别有意思 我跟我老婆说 你看我们干到30万 就可以洗手不干了 因为30万当时换这美元的话 就四五万美元了嘛 那到美国去留学足够了 没想到到了30万呢 就是我们一合计就说 那干到100万吧 竟然那么好赚钱 干到100万吧 干到100万了 也想不想放手 对 就是一个典型的 把自己从输灾生活 回到现实生活 并且变成商人生活的 这样的一个分界线 我们可以往里走两步吧 可以啊 OK 当年这里面的荷尔蒙弥漫 这么多年轻人 是吧 哇 这个好像又在做什么东西 所以你们办公室是两边是吧 当时 当时应该是从这儿 你看有说这个门进去的 嗯 现在就变成功能柱 上面能进去吗 可以可以 打开了可以进 连这个灯都没放 原来我们在的时候 给它赚了不少钱的 嗯 现在猜地没了 能不能看到 可以可以的 好像应该看不到 被封起来了 对 被封起来了 下去吧 这个地方已经弄成这样了 哎呀 嗯 开心 开心 对 说这个礼堂至少走出去了 一两万 中国的留学生到美国的 名牌高校去读书 就在这儿办公 晚上就在礼堂的 一千多人 进两千人的座位里面 给所有的学生上课 最厉害的时候 大概能上到十二个小时的课 哇 就北大 北大 北大这个 这个 一个月的课量 我大概两天就能上完 嗯 是不是世界范围里的 英语学习 没有像中国 像新东方这种方式 全世界范围里面 嗯 有相似的 至少当初是没有的 嗯 因为呃 当时我九一年出来以后呢 我用的第一批老师 全是北大的我的同事 嗯 因为因为水平好 是吧 也不需要培训 但是后来 其实过了半年不到 这批同事就全部被学生给赶走了 嗯 不是这些老师的英语水平不行 嗯 而是他们就是不能符合学生的本身的就是学习需求 嗯 因为这些学生来呢 就希望以最快最短的时间能考出最好的分数 也就是说本质上来说他们来不是为了真正的提高英语水平 对 他们都是为了提高考试水平 嗯 我刚才我觉得在礼堂也有点像当年那种19世纪中叶旧金山那种感觉 当年那个go rush 然后你是给当时做基础服务的 对 有点那种那种历史的特定语迹不可复制了 不可复制了 嗯 自己有意无意的参与了一个历史时期是这样的 对 我们说大家对英语的这种变化 80年代是那样的一个起步 90年代变成一个充满了就是平等啊 各种寻找机会这种狂热的时代 嗯 两七年之后这种东西又发生转变 因为我们又入了WTO又又开始办了 对 其实大家对英语的态度没有改变 但是呢 就是84年代大家英语水平都很低 90年代呢 大家是追求出国 嗯 也不是追求英语水平 90年代的英语学习分成两种人 一种人就是要出国的 一种人就是要在工作中 嗯 要到外企去 要到外企去 嗯 到了 两千年以后呢 成人学英语的热情反而下降了 嗯 因为这个时候的中国的成人 一个是英语水平开始提高了 嗯 第二个是就是说从初中高中开始英语教学 到大学英语教学加强了 当时四六级考研 呃 第三个呢 就是学生发现工作的机会不仅仅是去外企 嗯 对 本土企业兴起了 创业公司啊 自己自己自己干活啊 等等啊 公务员啊 发现这个东西英语水平 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强制的刚性需求 英语就变成了一个花向青少年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就是说青少年的英语培训是从20000年开始 就是猛然兴起的 嗯 很多家长突然意识到了 我的孩子未来是要出国 或者说我的孩子未来考大学的话 我的孩子英语必须要好 像北京上海就从一年级就开始了 嗯 就这个变化特别明显 嗯 嗯 那青少年的英语学习就一如既往的就是火热 嗯 就是越来越热 那现在英东方这种 他的比例 这个收入比例来讲 嗯 青少年这部分占多少 那部分那部分已经占到百分之六七十了 嗯 对 对你来说英语是 比如说我们我们跟刚刚跟徐老师聊天就很很强的感觉 你看他一方面在翻译乔伊斯翻译王尔德 嗯 就英语是一个内容文明 嗯 那种连结 对你来说英语是 是什么感觉 英语后来变成了我一个赚钱的工具了 对对对对 嗯 嗯 嗯 那会不会那种 对自己这个培训的这种本身的怀疑 我就是 不经常怀疑是吗 其实因为怀疑 所以反而我做新东方做的做的不是那么带劲 你知道吗 来 嗯 这件事情就说 就是应该这么说 它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嗯 因为你毕竟在帮助成千 新东方一年三百万学生在这 帮助上百万的学生 因为新东方的老师的辅导 他们的在班列的成绩变得更好 你不能说这件事没有意义 那某人是不是也加固了我们并不喜欢那套英识系统 或多或少就是说 但是我做的事情也也也不是坏事 为什么呢 你看想要出国的孩子通过我们的培训 他上了国外更好的大学 嗯 是吧 那么想要上大学的孩子通过我们的培训呢 他上了中国更好的大学 嗯 而我对新东方老师要求就是尽量培养孩子的自学能力 只要他跟上了 如果没有新东方老师辅导 他依然能够跟上 我觉得只有新东方的成功 嗯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做的事情不伟大 也不是坏事 嗯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 因为我是这么认为的 城市孩子上不了大学 对城市孩子影响不是那么大 他有很多的别的机会可以出国 是吧 还可以就说 就说父母帮他们解决别的 别的办法 但是农村孩子上不了大学 其实他就变成一辈子农民了 嗯 你是不是对这种平等 对这种公平是非常的 我是挺在意的 对 非常在意的 挺在意的 很大的驱动力 对对对 所以呢 这个是我的部分以上是我的教育理想 一点都不宏大 因为宏大的教育理想都是要做全人教育啊 什么就是 数字教育啊 就是说 把中国孩子培养成世界的经营人物啊 但我觉得 基本上就是说 我现在我更多的经历 自己已经倾斜到了 就是农村 我怎么样把新东方的教育资源 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 覆盖到更多的农村孩子 这件事情 也许 别人不一定愿意去做 也不一定泄于去做 而我有能力调动这样的资源 我自己也有这样的心情去做 也许反而就是 是有点意义的事情 当然思考归思考要做起来 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所以因为现实太复杂 太麻烦了 就 不太好说了 就是 现在的农村呢 出现的问题比较麻烦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说 农村是不是会进一步空心化的问题 就我们小时候的农村是很热闹的 那是一个很温馨的场所 你知道吗 农忙的时候的热闹 农忙以后的庆祝 过节的时候的互相亲戚走来走去 小朋友在打鼓肠上 打打闹闹 你现在在农村地区 已经看不到一个 像我们小时候那样的 那种兴旺的农村景象 所以你就会发现 大量的农村小区 国家造了很好的校舍 当时造的校舍 一般能容纳300人到500人 一个大的村小 结果现在通常只有80人到100人 在里面上学 为什么 并不是这个村庄的人数减少了 村庄里面的户口还都在这 宅基地还都在这 搬到省城地级市县城去了 还有镇里面 现在镇里面的小学 一般都是满的 到了县城的小学和初中 那就满得不得了 它这里面一系列的反应 国家的教育经费 是根据生菌不款的 如果这个学校是300人的话 根据300个学生的生菌不款 这个学校冬天的供暖费 什么电费 什么都是够的 那现在降成了 比如说100人 少了200人的生菌不款 它还要维持那个校园 去到冬天取暖费没了 我去支持了两个学校 给他们装了电暖炉 因为不允许烧煤 烧煤污染环境 那我电暖炉它不开 我说为什么不开 那么一开就一个冬天 就是4万块钱的电费 我没这个钱 所以我每年给你4万块钱电费 但是你这个能弄几个学校 弄不了几个学校 所以中国农村发展 怎么变革的问题 孩子教育问题 怎么解决 公平性怎么解决问题 反正我还没想出头绪 但是这个事情 就是没事有事 就会在我脑袋中赚的 这是现在想最多的一个 这算是有意无意想的 比较多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 我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天天到农村去考察什么的 我一年也就最多走两三次 我今年冬天 还要到农村去走一圈 我就是在 就很多问题 是短时间的很难变过来 在这个社会变迁过程中 你是个人是解决不了的 现在还会经常想起 想起小时候的记忆吗 很多 到了我这个年龄 快60了 小时候那种快乐时光 反而会想得多起来 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最近在想 抓鱼木虾干农活 我干农活 手脚非常快 从小我母亲对我要求 就是手脚卖了就爱打的 真的是十几岁吧 我们村上 包括整个公社 应该插秧速度比我快的 就几乎没有 家务会要干得很好 我七八岁开始就在家里 父母出去下地干活 我就开始做饭 所以现在我在家里 这些饭菜对我来说 做出来轻微 很简单的是吗 那你后来想 万一当时最后一年 没考上大学怎么办呢 农民企业家 就对的 我现在 我的小学中学同学 有七八个农民企业家 当然他们都没有 做成上市公司 但是也不错 江亦人天生就有点会做生意 当时我上大学以后 我妈就开始开 那个叫做锡钢片厂 拿那个边角料的锡钢片 锡钢片不做边压器吗 我妈就是那个家庭小工厂的带头人 她就跑到那个各个大型的锡钢片厂 把他们的边角料买下来 那个很抢手的 好厉害你妈 特别抢手 我妈就一去就会坐在厂厂家里 一坐坐两天 弄到厂厂最后不好意思 就把边角料给她 用首付拖拉机一开 一二百公里 到那个苏北的那个大工厂去 拉回来 自己做做做 居然做成了农村第一个万元户 所以妈妈是对你的这个影响是非常的 比较大 我上大学也是因为我妈妈 老太太老太太 就是说当时上大学 首先是自己我想我想学 第一年第二年没考到 到第三年考的时候 我跟妈妈说我还要考第三年 老太太也没反对 我们县的第一中学 搬了个补习班 没有任何门路 老太太在对城里 一抹黑的情况之下 一个人跑到城里三天 居然就帮我放进了一个补习班去 我觉得你妈真的好厉害啊 好厉害 老太太就在就在 现在就在这儿呢 在楼下呢 老年痴呆了 连我都不认识了 在八岁五十八十五岁以前 我把她移来超级精明 85岁的时候 还能把家里的所有的事情 记得清津厕所 拖来到86岁 脑子就开始衰退了 就一年时间 脑子就乱了 天天骂人 一年以后突然就安静了 就变成了一个无知无觉的老年人 像现在已经有四年过去了 我母亲的老年痴呆 也给我带来了一个警示 85岁开始老年痴呆 那这是有遗传性的这个报名 那我想如果我也到85岁开始老年痴呆 假如说 那我也就是二十多年的时光 二十多年就是一瞬间 那我这个二十年 我应该怎么过 对我来说就变成了一个思考的重点 哪些该放弃 该果断地放弃 哪些不能放弃 无聊的社交我现在就放弃了很多了 已经不合算了 那种虚荣心的事情 这种东西肯定对我来说 也不是我思考的范围呢 那什么东西更确认是一定要做的 现在已经到这来了 这下园刚造好不久是吧 还没建完 但学生已经来了是吧 小学初中的孩子 绝大部分就是这里 毕业初中搬迁的孩子 那他们的父母呢 反正就是在城里工作 或者说是 全都在外地打工 外地打工 好 国家现在其实是在做现役计划的 老百姓就全部搬到了至少县城里面 给他们安置 也给他们找工作 反正所有的孩子呢 就这个县城呢 他就会造一个专门这些安置过来的孩子们的中小学 但这个呢就是说父母不在身边 孩子的照顾问题 心理问题 我就现在就是有上百所农村高中孩子 在跟着新东方训练 新东方有一千多个老师 每个人带一到两个农村孩子 通过现在互联网手段 这真好 谢谢 我们面对高考 肯定是考到的大学越好越好 因为好大学带来的它的资源比较丰富 有那么多人做成了那么多的事情 那为什么我做不成呢 一定要有机会从大山里面走到中国 也一定要有努力 从中国还要走向世界 再从世界走回来 在新东方有一句话叫做 让学生走向世界 把世界带回中国 有没有信心 对 这是最重要的 对 那你们就去忙你们的了 对 我们要去旁边 对 这里面是吗 这挺好的 Sign for sign 我已经早就忘了 太难了 这已经很难了 对 你还能写出来吗 写不出来了 不会了 这个大概还记得 这个稍微简单一点 对 我从来没有进入过任何数据思维和抽象思维 所以我看到任何数据思维和抽象思维 我都是晕的 对 面对这些农村孩子 我会很自然地就会产生一种 就是说 鼓励地鼓舞他们 对 鼓励他们的一种亢奋状态 过去这些年你做这种 就是你希望帮助这些更边缘或落后地区的学生提高升学率 就这个努力在当时最初这个想法是怎么开始的 因为我觉得这是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的机会 某种医生 我觉得一个农民的孩子 如果说能上上正规大学的话 对他来说扩大他的事业也好 扩大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以及人脉关系也好 以及他的自我认知也好 一定是有大大的好处 我相信进了大学 整体来说命运总会变得更好 因为人的想法是被观念改变的 那能够改变了观念的最好的地方就是大学 大学生在那里不是说有一个校园 不是说教了几门知识 而是他同学之间 同学和老师之间 而了校园和社会之间 一起相融 相碰撞 给这个人会带来人生一辈子的这种观念的改变 这是我认为大学 最重要的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复说 大学应该是一个自由的包容的开放的地方 应该比社会更加自由包容开放 原因就是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间 他们才能碰到处火化来 才能碰到处思想来 才能碰到处眼光和格局来 这是我对大学的定义 我认为大学不是去学专业的地方 你说我们有几个人 这个一辈子用的是大学学的专业 你看你学计算机的你用到了吗 我学英语的 我现在一年能用英语做一两次讲话就了不起了 对吧 他都不是在大学激荡碰到出来的思想眼界 对人生的不满和对世界的不满 完了最后希望改变自己和改变世界的那种心态 这个东西是你在农村学不到的 他不上大学学不到 你在工厂打工学不到的 那么他既然有这样的好处 我能做的唯一的就是帮他上大学 因为这里面的鸿沟是无情的 表面上是打通的 比如说表面上打通 比如说中国的高考 所有的孩子只要上到高中都能去考 不管你农村孩子像这孩子 最后分数是一样的 最表面上打通的 但是实际上他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 比如说城市的孩子 他从小可能就是在最好的业务员 最好的小学 最好的初中 最好的高中上学 他很自然的这条路 对他来说是一个没有障碍的道路 在农村孩子来说 小时候有的农村孩子幼儿园都没有 从小在那个春小上学 完了又到正里的初中上学 正里的时候 他连到县城最好的高中 他都去不了 以至于高考中间 或者是中考中间出现的题目 对农村孩子来说 比如说你出一个有关高题的题目 是吧 有关Elon Musk这个火箭上天回收的题目 农村孩子可能 看都没看过 你让他这个题目上 他怎么竞争呢 所以这样的隐形的这种鸿沟 其实是非常巨大的 其实我昨天我在教室里面 其实我感觉挺矛盾的 就一方面这些债子小孩 有这么好的学校可以来读了 你看你看到那个黑板上写 然后旁边全都是 其实就是科举那 就是过去的科举那种金棒提名 就是这套系统对我们的影响怎么这么大 这么多年一点变化都没有 对我觉得中国的这个高考制度 从一个意义上来说是真的 必不可少没有办法 因为它没有任何一套更加有效的制度 来公平的选拔人才 但是呢学校里面的教学体系 可能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但现在呢有几件事情 我是在认真做的 第一件事情是科技与教育结合 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教育产品 这件事情特别值得探索 比如说能工智能跟教育结合 大数据跟教育结合 是吧 这个到底能产生什么样的教育产品 这样的教育产品的未来 能不能普及到公立学校里面去 并且对公立学校的孩子的学习 和老师的教学 产生一个至少更加高效 或者说是更加快乐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不是能够做到 比如说现在就是一个老师在那儿讲 所有学生在那儿听 一张卷则考试 合格和不合格 这种方式 有可能会改变 它会可能会变成讨论型的 或者说是比如说是人工智能 可能就变成了知识别教学 老师就集中培养孩子的情感能力 思维能力 和这个独立思考能力 可能是这样的 这样的一种状态 就是学校里面的组织模式 学生的成长模式 未来是一定会改变的 包括现在正在出现的这个区块力 就是不可篡改这个记录的 这样的一种功能 他可能能够把学生 比如说从初中到高中 他参加的所有的活动 所有的上课 所有的习题 所有的这个答案 所有的他的表现 都可能记录下来以后 经过人工智能分析 最后到高山的自动给出一种评价 而这个评价是不可篡改的 这个评价其实有可能就 表明了你这个人 其实可以到什么大学去上学 那个时候高考可能就 就是一考定终生 这件事情可能就会发生改变 那这是一个提问 当然这件事情能不能来临 我不知道 我只能做这么一个设想 那你说那时候人生会更开心 还是会更沮丧 它可能是另一种 因为你少随时被记录 也是很恐怖的事情 有可能会很开心 因为他甚至学校的期末考试 都不会有了 因为他不需要期末考试 所以他每一刻又面临着被记录 也有可能 是吧 这随意不知道 至少我认为现在在教室里面 镜头对着学生 记录学生在教室里面的 一举一动的这样的行为 我认为这个东西是不好的 就灾难性的 对人的塑造是很可怕的 男孩子连递个纸条都不敢了 我们年轻时候高中 给女孩子递个谈恋爱的纸条 偷偷地递过去 看看课外书就扣了五分 这是一种人生的美好的回忆 现在镜头一照 纸条还没递过去 下课就被老师找过去 抬完去了 然后赢在区块链上 记下了扣三分 这多可怕这件事情 所以还是别实现了 所以搞不清 其实我一直认为 真正的教育形态 就是老师和学生的一种充分的 没有压力的交流 并且老师引导学生 对于知识真正的热爱 让学生去追寻 对这个知识的探索 那是一种孔子时代就有的 有教无类 是吧 但是这个东西 它现在已经 因为教育变成了一种竞争 那竞争就会有杀伤力 就某种意义上 它就已经偏离了教育本来的目的 那你会担心新东方加剧了这种竞争吗 我其实是有点担心的 其实是新东方是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的 所以我现在 真的是有点左右互搏的那种感觉 学生来到新东方 来到有资源有能力 来到新东方学习的学生 自然他的考分就会更高 那对于那些没有资源的人 实际上就是不公平的 所以现在就是我对新东方的人说 我们新东方不是现在 就是对城里的家庭服务的不错 那这些家庭交钱的一部分 我们就要到农村去 帮到农村孩子 那组游户这件事情 你自己会消化他们还是怎么办 会消化掉 因为我认为它尽管有一定的不合理性 但是你也找不到一条完美的道路 而来的我到了这个年龄 已经有足够的耐心 来看一些问题逐渐的变革 或者说是通过看到这个现象去思考 是不是有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法 而不是说一下子就是走极端或者跌幅或者推翻 科技与教育结合家庭教育 完了农村中国农村相同教育 都是一个你只有通过循序渐进的努力 也许才能看到一点点成果的 那现在这些农村高中 这些孩子其实我知道等待他们的 不管是他们留在农村 还是最后上了北大 都是一场艰苦的人生旅程 而且这个人生旅程这些艰苦和烦恼是一辈子 只要你那口气还在就不会消失的 但是我依然认为值得他们去挑战 甚至我认为到了北大可能更加艰难的人生 因为你有了思想 有了独立思考能力 有了自主能力 有了情怀 其实你是更加烦恼的 你自己不就这么一个例证过来 对 疫情期间你想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你说我 对想的比较多 那就行动方怎么样立于不败之地了 因为现在竞争太激励了 互联网 在线教育 资本冲入以后 各种不靠谱的这种和靠谱的商业模式的出现 而国家政策 因为就是说动不动就有人跑路 一跑路国家的政策就会收紧 尤其今年年 疫情 中美关系 科技兴起的教育行业的变革 资本进入的教育行业的这种冲击 全部挤在一起了 任何一个决策可能就是 要不就是几个亿到几十个亿的发展 要不就是几个亿到几十个亿的损失 什么时候印象自己是商业世界的一部分呢 从新东方上市开始 因为在新东方上市以前 我跟商人和企业家没有任何联系 就是觉得自己在做一个学校 突然就是媒体大篇报道 企业家俱乐部都来找我 说要加入我们的俱乐部 我才开始意识到 我也是个企业家 我到现在也不太承认自己是个企业家 做事情不太像企业家 当时我也是95年去的美国 我回来看到了互联网 我也同样时间看到了互联网 我唯一的想法就是 可以帮学生发email 那就回去 我就帮学生发email 发到美国大学去 完了每封信收五块钱 你看这就是差距吧 来 给大家 给大家见识了 这是学生还是 没有 是我们的员工 员工老师 员工老师吧 对 员工老师 员工的我感觉很好 比我们当年 比他们的学生得好得多 不一定 他们现在分心的事情太多了 女朋友男朋友比较麻烦 尽管老师 一代甚至一代 真正的本领来自你们内心 就是人最大的本领 不是要靠外在的鼓励 外在鼓励不管用多 我今天鼓励完了 你明天你就忘了 要靠的是什么 自己内心的燃烧 你必须像太阳一样燃烧 太阳燃烧到最后什么的 不光是自己的燃烧 还能够给别人带来温暖和希望 我作为一个农村孩子 我跟你们一样大的时候 可能还远远不如你们现在这个状态 你们一定能够做到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